2023年尘埃落定 比亚迪年销300万的目标 没有任何悬念的超额完成 超越了特斯拉成为全球最大电动汽车制造商 同时 2023年前11个月中国汽车出口量已达441万辆 同比增长65% 远超过日本同期399万辆的出口量 中国汽车出口量首次登顶世界第一 这是中国汽车历史上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创举 我们知道 足球和汽车曾经堪称改革开放以来的两大国尺 早在2009年汽车产销量就达到1350万辆的世界汽车第一大国 基本就是人家的半殖民地 如果当今世界第一大工业制造强国 汽车主要都是贴牌 给人家当打工仔 人民买车还要被加价当主宰 这岂不是笑话吗 全球汽车产业总值达1万亿美元 其市场规模是手机加电脑加通信设备三大市场的总和 一辆汽车平均售价10万元左右 但却有着数万个零部件 设计寿命达10年以上 这就意味着汽车厂家要用平均几元一个的零部件价格 造出一架数万个零部件 在十年里都具备高度可靠性的机器 飞机当然可以实现更高的可靠度 但汽车企业把自己的成本压缩到了飞机企业不敢想象的极致 做到如此低价 炮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机械和智能制造 且在激烈的市场厮杀中利润率不到10% 这就到逼汽车行业诞生了人类最先进的制造业管理制度和成本控制体系 另外汽车数万个零部件射击野精 石化 化工 纺织 机械 电子等行业 几乎无所不包 对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为一笔八 所以被称之为人类工业皇冠 所有的汽车强博 一定是工业强博 一定是发达国家 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例外 1885年10月的一天 德国曼海姆市郊 一辆冒着烟的三轮怪物正以每小时15公里的时速悠闲地行进着 驾驶这个铁家伙的是一位女士 她名叫贝沙奔驰 她的丈夫卡尔奔驰 便是这辆三轮怪物的发明人 这辆车只能坐一个人 而且还得时不时停下来维修 但是 卡尔奔驰内心还是抑制不住的激动 因为这是她研发的世界首辆搭载丹冈城汽油发动机的汽车 1886年1月26日 卡尔奔驰创办的奔驰汽车公司 同一时间 距离曼海姆市80公里外的康斯塔特市 51岁的哥特利布戴姆勒正在改进自己发明的力士汽油发动机 并将其安装于一辆木质双轮车上进行试验 于是世界首款以汽油燃料为动力的摩托车面式 戴姆勒而后又改进了好友尼古拉斯奥托研发的四冲城内燃机 发明了首部戴姆勒卧式发动机 这台发动机转速达到600转每分钟 远超同期发动机120至180转每分钟的限速 这个如今被称为祖父中的发动机 成为汽车生产史上的关键里程碑 实际上 受益于1859年 法国物理学家普兰特发明的千酸序电池 第一辆可充电电车 于1881年由法国人古斯塔夫·特鲁夫打造 比第一辆燃油汽车还要早上近五年 到了1900年 25岁的费迪南德·波尔社带着自己发明的名为 洛纳保时捷的电动汽车出现在巴黎世界工业产品博览会上 骑时速高达56公里每小时 续航也达到了50公里 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他由此被誉为电动汽车之父 但是 他更著名的头衔是大众汽车的创始人 那一年 还有一位从奔驰公司出走的年轻人 32岁的奥古斯特·霍西 知身来到了莱茵河畔的科隆 另起炉灶成立了奥迪汽车公司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 是早期新能源电车发展的黄金时期 电动车在与燃油车蒸汽车的交锋中丝毫不落下风 在1900年欧美出售的4200辆汽车中 40%是蒸汽机车 38%是电动汽车 剩下的22%才是燃油汽车 19世纪之前 欧洲人的财富几乎是靠大航海时代的掠夺而获得 而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兴起 蒸汽机迸发出的巨大能量不断刷新人类对机器的认知 蒸汽时代带来的产业巨变 让人们意识到新技术才是开启财富大门的精钥匙 大西洋两岸无数充满理想的年轻人都在沿着汽车先驱们开创的道路 满怀雄心和热情地投入到这个全新时代 进入20世纪 随着内燃机可靠性大大提高 其制造成本的大幅度降低 燃油车售价仅为电车四分之一 公路网络的发展使得长途出行成为可能 消费者对于续航里程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随着石油开发的推进 燃油的价格也迅速下滑 燃油车成为消费者的首选 电动车也在这一阶段迅速退出了市场 大西洋彼岸的美国 年仅30岁的亨利福特已经成为爱迪生照明公司的主任工程师 1903年 亨利福特以2.8万美金成立了福特汽车公司 福特在参观芝加哥的一家屠宰厂时 深受启发 活生生的肉牛被送进屠宰厂的流水线后 经过一系列宰杀分割 从终端出来已是一块块新鲜的牛肉 10年后 福特汽车的底特律工厂采用了著名的流水线生产模式 将原来装配线改造成用传送带驱动 工人只需负责单一的工序 做完之后 产品随传送带进入下个工序 直至汽车装配完成 流水生产线的问世简化了福特T型车的组装流程 将原来设计3000个组装部件的工序简化为84道工序 流水线出现之前 福特汽车的年产量只有1万辆 而流水线出现后的当年 福特就生产了24.83万辆汽车 每天生产近800辆 平均每36秒生产一辆汽车 到了1920年 整个德国汽车年产量只有2万辆 美国汽车的年产量则是39万辆 而且几乎都是福特的T型车 这种工业化时代最先进的技术 对欧洲传统手工作坊式的生产方式的碾压 直接体现在价格上 一部福特轿车的价格只卖260美元 按照福特工厂的日兴5美元8小时计算 普通工人不到半年就能买一辆T型车 而同时期的奔驰或者戴姆勒的轿车 至少要卖到1000美元 福特生产线还使得包括汽车在内的各种工业产品生产 都能得以标准化 批量化 这极大促进了美国整个工业体系的完善和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更由此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强国 工业产值占到世界总产值的38% 1925年2月 如日中天的福特率先进入日本 与横滨造船厂达成协议 开始组装风里全球的福特T型汽车 仅一年就在日本卖了16689台 而同期的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受了刺激 也开始进军日本市场 此后的十年间 萌芽期的日本汽车市场 几乎被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垄断 日本汽车上在漫长的模仿之路上跋涉 比如 丰田早期的AA型轿车和SA轿车 便是山寨克莱斯勒Airflow和大众甲壳虫 在当时 谁也没想到这些邯郸学部的日本企业 会变成世界汽车工业的中流砥柱 彼时德国在一战中刚战败 曾经制造飞机发动机 和双翼侦察机的巴伐利亚发动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只能转行研发摩托车 那时德国大街上跑得最多的不是汽车 而是一款悬挂着蓝天白云加罗悬奖标志的BMWR32摩托车 这款排气量500cc的摩托车 不仅时速能达到近200公里 而且价格还不到汽车售价的一半 创始人古斯塔佛奥托 吉四冲城内燃机发明者尼古拉斯奥托的儿子 终于在1933年 推出了第一辆带有盛行格炸的宝马汽车BMW303 战争似乎对德国汽车产业有着莫名的影响 确实如此 不仅德国汽车工业的发展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息息相关 全球主要燃油车强国都与战争有着直接关联 就在戴姆勒奔驰合并的1926年 一本充满民族主义的书开始风靡德国 这本书名为《我的奋斗》 作者是37岁的阿道夫·希特勒 1933年1月 希特勒上台 在他改变整个世界的历史之前 先改变了德国汽车工业的历史 虽然一生都不会开车 可这并未妨碍希特勒对汽车的喜爱 上台后不到一个月 他便亲自主持了国陵汽车展的开幕式 甚至还建议他所设想的国民轿车英才用风冷发动机 不仅如此 希特勒还把为马共和国时期已经规划好的高速公路建设提上了日程 在1933至1935年 短短三年内 德国便实现了经济增长率超100% 失业率为零的奇迹 1937年5月 深受希特勒赏识的费迪·南德·波尔社在沃尔夫斯堡组建成立了大众汽车公司 三个月后 波尔社研发的第一辆德国国民轿车面试 这便是大家熟知的大众甲壳虫轿车 希特勒对这款汽车的兴趣如此之高 以至于他还贡献了自己的草图 尽管这与最终设计相比仅有轻微的相似 这款大众轿车的后制发动机使用了希特勒设想的空气冷却 而非普遍的水冷 意味着它在寒冷的天气里发动机不会冻结 经过5万公里的严酷测试 性能依然十分可靠 希特勒兴起若旁 首批生产的200多辆甲壳虫车煤等投入市场 便在希特勒的指令下交付给了德军 1939年的夏天 宝马公司同样推出了声明大造的328跑车 但仅仅几个月后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当巨大的战争机器开启后 德国所有汽车巨头只能被战争裹挟而行 宝马被迫中断了刚开拓的轿车市场 全力为德军生产271和275等重型摩托车 奔驰轿车除了被征用为军官座车 还转型到卡车生产 奔驰发动机更是应用于 梅赛施密特BF-109战斗机上 奥迪公司制造的霍西发动机则 普遍被用在侦察车军用卡车上 大众在甲壳虫车的底盘上 开发出多款越野车 侦察车 水路两栖车等军用车辆 自诩高端设计者的麦巴赫 也没能闲着 地上跑的3号 4号 暴氏 虎氏和虎王等至今人们 耳熟能详的德国坦克 几乎都装备了 麦巴赫研发的发动机 至于希特勒的红人 博尔社则设计出了最著名的虎式坦克 另外还有一款名为蜀式 重量达到188吨 拥有128毫米口径大炮的超重型坦克 也出自他的设计 美国汽车产业也不可避免地转型到军工生产 时任通用汽车公司总裁威廉克努森接受总统罗斯福委托 负责领导美国所有军工生产工作 生产了141艘航空母舰 807艘巡洋舰 203艘潜艇 8万辆坦克 32万架飞机 25万门火炮 240万辆军用卡车 以及260万艇机枪 冲锋在前线的 除了各家车企生产的不计其数的卡车和吉普车 还有克莱斯勒组装的各种型号坦克 以及从福特装配线飞出的轰炸机 如此显赫的成绩 使得威廉克努森成为美军历史上 唯一一位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的平民 由于汽车工业对军工生产的巨大贡献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发明了军事工业复合体这个概念 其核心就是汽车工业 美国在这场战争中体现出的非凡工业生产能力 超过了英国、苏联、德国、日本的工业能力总和 更令人嘖嘖称奇的是 美国做到了以上这一切 但却是二战参战国中动员程度最低的国家 而且二战结束后 美国非但没有出现许多经济学家预测的因为数百万美军士兵退役而陷入社会危机的情况 相反彻底走出了大萧条之后的长期经济低迷 每位退役军人都有三份工作在等着他挑选 二战结束之际 英军伊万赫斯特少将率部队占领接管了大众汽车 不过厂里连一部完整的甲壳虫汽车都没保存下来 赫斯特从瓦力堆中捡回甲壳虫的配件 自己重新组装并喷涂上卡齐色 当他带着这辆组装的车回到英国后 英国人也为甲壳虫所倾倒 于是甲壳虫在战后得以重新开工 显然不管是普罗大众 还是热爱自由的嬉皮士们对他的钟爱 毫不亚于那脆分子 仅过了几年 到1955年 便有100万辆甲壳虫使下生产线 在17年内 总产量飙升至1500多万辆 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畅销的汽车 更杀入美国工程掠地 成为60年代 美国销量最大的进口汽车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 这一数字继续攀升到2100万辆以上 英国的甲壳虫乐队的首张唱片的封面 也有一个著名的细节 一辆白色的甲壳虫汽车 正好无意中停在人行道边 希特勒的红人 邦德军设计武器的费迪南德波尔社 没任何悬念地被抓了起来 足足吃了两年劳饭 等他释放回到被英国人接管的大众时 发现物是人非 一气之下的他带着全家去了奥地利 设计出最新款的保时捷汽车 保时捷356 到1960年 希特的汽车制造商 从100多家逐渐缩减为10多家 但年产量却达200万辆 十余年产量增长了5.7倍 年均增长率达21% 德国也因此超过英国 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汽车生产国和出口国 二战之后的日本汽车工业 也是半毁灭状态 百废待举交通不便 人们只能利用自行车 在崎岖的山路上运货 本田宗一郎利用战后遗留的 小型汽油发电机和电机 把人力自行车改造成机器自行车 而大获成功 本田花了仅十年就成长为世界上最大的摩托车制造商 但是 日本的真正机遇是另外一场战争 1950年 6月25日爆发的朝鲜战争 让当时的日本首相 吉田貌欣喜若狂 将朝鲜战争比作神风 从1950年到1952年底 美军司令部允许日本企业生产兵器和弹药 再加上修理车辆飞机等业务 日本那些曾在二战中生产战斗机 坦克汽车等的重工企业得以东山再起 战争一时 美军第八军后勤部 就向丰田公司订购汽车共4679辆 帮助丰田恢复到年产10824辆汽车的水平 丰田在朝鲜战争期间 共接受美军订货总额为46亿日元 丰田制造的卡车本来质量就很差 为了满足突如其来的大量订货 更只能是萝卜快乐不洗泥 日本人自己也感到有些过意不去 但美军却说 没关系 我们只要求开一个单程 把物资运到前线后 就把卡车烧掉不要了 1950年 丰田汽车的社长丰田英二 得以去福特考察 发现当时美国汽车行业的劳动生产率 已超过日本八倍 大为震惊 虽发明了著名的TPS丰田生产方式 把精细的生产思想 贯穿到制造工序的每个细微之处 铭干毛巾里面的最后一滴水 日本人这么一板一眼的彻彻底底的压缩成本 这也赋予了日本汽车超高的性价比 和超强的竞争力 1955年 丰田销售之神神谷正太郎在赴美国考察 敏锐地感觉到美国市场对汽车的需求出现很大的变化 遂花费十年成功打入美国市场 朝鲜战争时 南朝鲜的郑州勇将自己的修车厂改名为现代自动车工业社 这就是现代汽车的前身 那时韩国满大街都是美军的军车 由于郑州勇修车又快又好 美国大兵们很喜欢找他修车 等到1958年 美国福特公司在韩国寻找代理商时 郑州勇凭借过硬的实力 顺利成为福特的合作伙伴 并开办了现代汽车公司 1961年 时任韩国陆军少将的朴正熙 发动政变夺取政权 那时韩国的人均GDP只有82美元 甚至远低于朝鲜的人均GDP253美元 但朴正熙和他的经济专家们 为了将汽车工业纳入国家计划发展的轨道 以惊人的远见制定了汽车工业保护法 并在日后以军事化的手段 推进韩国汽车国产化 韩国对岸的日本经济已经势不可挡 1966年 西德的汽车产量被日本超越 日本汽车产量仅次于美国排名第二 但万万没想到 石油生产大国给日本汽车又刮来了神风 石油危机来了 而且是两次 1973年 当时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宣布 对熟最日战争期间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实施石油禁运 禁运期间 全球石油价格上涨了近300% 从每桶3美元升至近12美元 原油价格暴涨 引起了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 美国GDP下降了4.7% 欧洲整体下降了2.5% 日本下降了7% 全球汽车产量由3992万辆下降到3300万辆 降幅为17.3% 1979年石油危机再次爆发 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 而后伊朗和伊拉克爆发两伊战争 原油产量锐减 国际油市价格飙升 每桶原油的价格从14美元涨到了35美元 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 油价才下降到危机前的水平 那时美国国内的石油价格翻了4倍 五分之一的加油站无油可加 为了应付暴躁的车主 加油站的老板不得不端起了枪 油荒的英云同样笼罩在欧洲 英国号召全家人挤在一间房内取暖 德国私家车每月只能行驶三天 美国汽车工业还处在鸡肉车和大马力时代 节由一词对美国的大V8发动机而言 是一个遥远的概念 美国汽车市场碎倍更便宜 以及油耗更低的日本汽车所占领 美国汽车产业危机四伏 1979年 美国汽车总产量从之前的1287万辆降到1147万辆 日本汽车则在美国销售超过240万辆 相当于美国汽车国内销售总额的20% 受到日本汽车的冲击 美国三大车企各个风雨飘摇 通用亏7亿多美元 福特亏15亿美元 克莱斯勒亏损更是达到17亿美元 濒临破产 70年代末 日本与汽车工业相关的就业人数达493万人 占全国总就业人口的10% 汽车生产产值也占到整个制造业的40%左右 显而易见 日本已经和汽车工业深深绑定 而到了1980年 日本汽车全球产量首次突破1000万辆大关 达1104万辆 一举击败当年的师傅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2011年 最后一辆福特维多利亚皇冠下线 这款影视剧中最常见的警车型号 从此成为美式大排量车的绝唱 此时没人注意到 道路上汽车发动机熔隆轰鸣中 多了一丝微弱的电流脉冲声 电动汽车悄无声息地使进人们的生活 传统车企对此嗤之以鼻 因为电动车企中最具代表性的特斯拉 这年全球总销量才650辆 即便算上特斯拉自2008年以来的总销量 也不过2450辆 谁都不会相信 闹着玩一般销量的特斯拉 将会成为传统车企最强劲的竞争对手 从百年前的燃油车到如今的电动车 汽车时代又一次掀开了新的篇章 如今的新篇章 终于轮到中国唱主角 中国汽车工业蹒跚起步 本桌却满腔热情意志坚定 要知道在1980年 算上一汽二汽生产的货运车 以及上海排轿车和北京212吉普 还有各地零星生产的汽车 全国汽车产量仅22万辆 不到日本汽车产量的零头 这时 闭门造车的中国汽车工业 已经悄悄走过了近30年 终于有机会走出国门看看 邓小平也刚从日本访问回国 在日本时 他参观了日产汽车 军经制铁锁 松下公司等企业 并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 我懂得了什么是现代化 邓小平关于轿车 可以合资的指示传到上海时 正值机械工业部部长周子健 率领中国机械工业代表团赴欧洲 考察访问 中国代表团抵达德国后 首先去了奔驰公司总部 斯图加特 在斯图加特街头 中国代表团惊讶地发现 除了少数的奔驰外 满街跑的汽车 基本上都是顶着大众车标的 甲壳虫和高尔夫 代表团的人员 向奔驰公司询问 这些汽车的制造商是谁 奔驰公司介绍道 这些车都是来自 沃尔夫斯堡的 大众汽车公司生产的 周子健立刻决定 到沃尔夫斯堡去 彼达沃尔夫斯堡后 代表团徒步从火车站 赶往大众公司 周子健向当班的警卫 自我介绍 我是中国的机械工业部部长 想与大众公司的负责人对话 那名警卫面对着 身穿中山装徒步而来的 中国部长惊讶不已 设法找到负责销售的 大众董事施密特博士 施密特博士的惊讶程度 不亚于那名警卫 他充满敬意和新奇地回应道 那就请他到大楼里 我的办公室来吧 那将是我的荣幸 这次不速之约 掀开了中国汽车产业合资的序幕 西方先进技术和制造管理 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冲击着尚未醒过神的中国汽车工业 1983年4月11日 上海汽车厂诞生了 第一辆中国组装的桑塔纳轿车 1997年 桑塔纳轿车国产化率超过90% 关键零部件如车身、发动机、变速箱 三大总成和前后桥总成 相继实现国产化 同期的公务车一汽奥迪100国产化率 达到93% 整车产业国产化率的提升 背后是产业链上配套的企业 展露头角 玉柴柴油发动机 福耀汽车玻璃等 如今知名的汽车零部件厂家 都是从那时开始崛起的 加入WTO带来的汽车消费市场升级 也推动了吉利、长城、武陵、长安等 本土品牌的崛起 甚至被搁置多年的红旗 也在此期间 重新在中国汽车市场上飘扬 鱼翼建峰的中国汽车工业 也使配套的中国制造业大受避疫 核心部件大道机床设备 小道活塞和螺丝 外加车身需要的钢材 纺织品以及塑料制品等原材料 不仅基本实现自产 还给很多高端进口车做起供应商 中国汽车产业链的快速发展 使得国产车在面对市场时更有底气 李舒福甚至喊出那句著名的话 造车有什么难 不就是四个轮子加一个沙发吗? 相比于中国汽车工业的步履蹒跚 中国手机产业却只花了二十多年 就成为全球手机产业的宇宙中心 见证了诺基亚摩托罗拉的悔恨 乔布斯与成东和雷军的辉煌 在全球前世大智能手机厂商中 中国品牌占据巴西 这期间1993年 不到30岁的王传福 从北京外派到深圳 成为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 下属一家合资电池企业的董事长 在深圳浓烈的下海经商氛围下 1995年 王传福毅然辞去体制内工作 创建了比亚迪 1997年 金融风暴席卷整个亚洲 很多日韩和中国台湾的电池企业 受金融危机影响被击垮 但远离金融风暴阵中的比亚迪 反而成为受益者 深圳隔壁的东莞正在成长为 世界手机之都 1999年 梁绍康 曾玉群和陈唐华 在东莞共同成立了主营 手机锂电池的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ATL 向贝尔实验室购买了锂电池专利授权 并改进解决了 据合物电池反复充放电容易股包的问题 从而在2002年拿到了苹果 三星等多家大公司客户的订单 而那一年 李亚迪也拿下了当时如日中天的 诺基亚的电池订单 2003年 李亚迪的涅格电池拿下全球份额第一宝座 并在下一代蓄电池产品 涅清电池和锂电池上 完成自主研发 随后 李亚迪通过收购老牌汽车国企 西安秦川汽车迅速杀入汽车行业 在收购秦川后 李亚迪造车由于不被资本市场看好 股价暴跌至腰斩 王传福对此霸气回应 我造车是因为看好电动车未来的发展 而我所掌握的磷酸铁电池 将会在12年后独霸江湖 曾育群同样也看到电动车领域的发展机会 2008年设立的动力电池部门 被剥离成为了如今的宁德时代CATL 我们必须看到 燃油汽车时代的市场换技术虽然失败了 但整个汽车供应链和制造管理体系 以及消费电子产业的突飞猛进 已经为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崛起 提供了弯道超车的能量积蓄 2009年元月 由科技部、财政部、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部 共同启动了10成千辆项目 计划用3年左右的时间 每年发展10个城市 每个城市推出1000辆新能源汽车 开展示范运行 力争使新能源汽车的运营规模 到2012年占到汽车市场份额的10% 同时科技部系统性构建了混合动力汽车 纯电动汽车、燃料电池汽车三种 能源动力总成控制系统、电机及其控制系统、电池及其管理系统三横的总体研发布局 为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搭建了强有力的技术底座 2014年 中国以近乎豪赌的举动 压住纯电动汽车领域 各地政府都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扶持电动车的政策 数年时间 中国90%的新能源车都实现了国产化 并且还催生了比亚迪、宁德时代等电动车产业领域的巨头 涌现出了如未来、小鹏、理想等造车新势力 通信产业巨头 华为通过鸿蒙制行构建汽车联盟 聚合了赛利斯、奇瑞、长安、北汽和江淮五家车企 而一线传统车企长安、奇瑞的到来 打破了此前只有边缘车企 才会和华为合作的言论 而纯正的手机厂家小米 更是直接跨入新能源汽车整车制造 以跨界的思维加入了极度内卷的新能源汽车赛道 如今、无论是看整车的产销量、渗透率 还是看产业链的完整度 我国已成为新能源汽车的世界第一大国 国际能源署预计 到2030年 中国电动汽车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将达到惊人的57% 汽车产业格局迎来重复 越来越多的中国本土车企 开始反堵外资和合资企业 其中不乏外资车企拿钱换技术 向曾经的追随者取经学习 2023年7月26日 大众汽车向小鹏汽车投入7亿美元 购入小鹏汽车约4.99%的股权 以获得小鹏董事会观察员席位 同时 双方还达成技术框架协议 计划在2026年前 共同开发两款面向中国市场的大众汽车品牌 变动车型 事实上 从比亚迪与丰田合资成立纯电动车研发公司 到阿布扎比旗下 投资机构战略投资未来汽车 福特利牌众议牵手宁德时代 斯特兰蒂斯集团成为领跑汽车的股东 海外车企寻求合作的动作可谓紧锣密鼓 不知不觉间 我国新能源汽车自主品牌 已成为技术输出的主角 另外 更不要说中国已经占领了全球65%的动力电池市场 电动汽车使用的稀有矿物 大约是传统汽车的6倍 中国生产世界上 几乎所有的磷酸铁锂 控制着全球41%的骨矿 生产了全球80%的精炼骨 掌控着超过50%的锂矿开采 世界前四大电解液生产商都在中国 中国也生产销售 世界上最多的电池隔膜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高级顾问 斯科特肯尼迪这样说道 如果不与中国进行某种形式的合作 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 任何人都不可能在电动汽车领域取得成功 这轮汽车技术革命 美国只有特斯拉在孤军奋战 曾经的汽车强国德国和日本被瞬间甩得没影了 多年来 德国超过10%的GDP来自于汽车行业 德国工业产值中25%来自汽车相关产业 毫不夸张的讲 大部分德国民众对于德意志银行 每况愈下的经营状况根本漠不关心 但是位于慕尼黑的巴伐利亚发动机场 相关产业新闻却能让他们提心吊胆心神不明 如果没有繁荣的汽车产业和世界知名整车厂的支撑 整个德国的经济将一蹶不振继而走向衰败 德国工业优势是起源于19世纪的传统工业 其研发创新大多数也停留在这个范围 而在人工智能IT互联网以及动力电池等新兴重要技术领域相对落后 经济学家甚至悲观的预测 四季日起到2045年 德国汽车工业将逐步损失约40%的销售额 以及30%的就业人口 日本在上个世纪的石油危机中 凭借更省油的优势抢占了美汽车的市场 而在电动化浪潮下 日本车企却应对混合动力技术的执着 对环保认识的差异确保就业等因素 被中国车企在新能源汽车领域 甩落数个身位 日汽车似乎正在重演当年美汽车衰落的剧本 我们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崛起 究竟意味着什么 它是一件完全有可能颠覆百年来西方始终引领世界经济格局 能源格局的大势 我们还应该重新认识汽车这种交通工具对大众的影响 未来汽车由运输和出行目的直接带来的红利将越来越少 因为它已经不是从A到B的简单行为 其背后运藏着与之密切相关的各种服务需求的巨大商机 全新移动出行和自动驾驶的概念将诞生颠覆性的互联网运营模式 新能源汽车的下半场智能化 位如电动化一般迅猛发展 这将导致传统车企市场份额雪崩式的巨简 而这些代表智能平台经济的互联网公司 几乎完全在美国和中国孕育和壮大 而不是在欧洲和日本 汽车诞生百年 从最初的奢侈品演变为一种交通工具 将人类从农业文明直接推进到工业文明 新能源车是汽车工业中一个全新物种 它将全球整个产业链串联的同时 又以高度智能化的方式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燃油车时代 中国努力从旁观者成为了参与者 新能源车时代 中国汽车工业在全球汽车版图上出路争容 其浩荡之势 以似东方喷勃欲出的灿烂朝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